佛光照大地发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心 佛陀纪念馆连续举办 有九年的国际书展 即书时博览会 今年因为配合防疫 改为两天的活动 尽管这部分的内容 改为线上来举办 但是依然是从关怀出发 将捐出一万五千本的 童书宋爱敬片箱 11月6号至11月7号 2021国际书展 永远从关怀出发不间断 迈向第九年的国际书展 今年配合防疫 校外教学采预约制 同时许多往年的活动内容 都改为线上进行 像是往年可见的出版社摊位 今年改为线上书展 名家讲座也在线上进行 今年在疫情期间 到底能不能办国际书展 及书时博览会 所以我们今年改变了形式 在书展的部分 我们全部做了线上的书展 也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上福德经验馆的官网 看到我们所推荐的优良图书 以及所有的好书 在网页上 那这些就可以直接上网购书 即使书展活动做出调整 但偏乡学校送暖不间断 今年由高雄市教育局 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共同捐赠了一万五千本同书 直送偏乡 让每间学校都有新书可读 这一次在高雄市教育局的努力之下 将近有七十几个学校的校长 有将近三十一间的偏乡的学校 要来把这些好书 带回去充实学校的图书馆资源 也希望将这样子的一万五千本好书 在高雄市能让偏乡的孩子 因为阅读而欢喜 因为知识而让自己更加的成长 2021国际书展只举办两天 会兼顾民众防疫安全 因应调整 校外教学部分均采预约制与线上推广 让学童在安全的环境下 参与各项阅读与闯关活动 但不论线上或线下 均能感受阅读的美好 人今卫视五永曲 高雄采访报道